如果您是从地铁天安门东站去故宫 一般人是走南池子大街望北去东华门 在南池子大街上右手边除了能看到黄石城以外 路上左边能看到这口 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东门 花两个钱从这里去雀左门 可以到故宫的五门 比走东华门要近 我太妙的攻略里就详细说过走不走 从南池子大街继续望北 路的右手边您能看到去普督寺前巷的牌子 普督寺近两年打卡玉兰花小有名气 进了前巷走不远 到画面的位置继续执行十来米 左手边从台阶上去就是普督寺的山门 从画面的位置如果您望左 从普督寺牌子这上去是个大斜坡 推轮椅的话可以从这里上 上去也是普督寺的山门 左边这条胡同是去普督寺的后巷 后巷里有个街心花园 这里的玉兰花也挺好看的 您要是站在普督寺的西北角的高位上 除了能看到玉兰花以外 您还能远远的看到东华门 这个区域内有些四合院才是真正的四合院 有的院子里的玉兰花也很漂亮 不过胡同里如果明确写着不让拍摄的院子 我都没拍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看看 上到普督寺的山门 山门是封闭的 据说内部有金龙和玺彩画 明国的时候曾经做过良殿 山门前有多尔滚的塑像 为什么门口会有多尔滚的塑像 普督寺始建于明代 最初它并不是寺庙 这里从明代开始 就是皇城的一部分 属于皇城的东南角 叫东院有名小南城 这里是名永乐帝朱棣 为自己的皇太孙朱瞻基修建的洪庆宫 等朱瞻基登基以后 又对东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改成重华宫又称南宫 朱瞻基就喜欢在南宫里玩 进行各种的体育活动 明代到了土木之变以后 景泰帝朱祁域就把放回来的明英宗朱祁镇 犹居于在这里 朱祁镇后来也是被太监从这里救出 发动了夺门之变 到了清兵入关以后 南宫变成了摄政王多尔滚的府邸 等多尔滚一死 第二年顺治在政治上打倒了这位叔叔 多尔滚的府邸就被废弃了 这就是谨慎的大殿 多尔滚时的王府的宁安殿 普渡寺时叫做慈济殿 大殿的白色台积 还是明代重华宫时原有的台积 到了康熙年间 把东院的一半变成了普渡寺 皇家的寺庙 另一半变成了绸缎布匹的仓库 到了民国 普渡寺被军队和各种机构都占据过 很多建筑也被拆除了 后来改成了小学 最早叫国民三小 后称普渡寺小学 最后改成了南池子小学 整个普渡寺最后就只剩下了山门大殿 解放以后 普渡寺周边新建了大量的平房 等改革开放以后 政府腾退了南池子小学和186户居民 才让普渡寺恢复到现在的样子 2007年 普渡寺曾为北京税务博物馆 免费对外开放过 但后来又关了 2011年据说改为了民间美术馆 不过也没见过开放过 现在的普渡寺就是个免费的街心花园 3月下旬 玉兰花开了一小部分 大部分没开 等您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花差不多都开了 除了从南池子大街可以到这里 从南河燕大街也可以 南河燕大街路边能够停车 只是价格不便宜 也有公交车站 东安门站 下车您从瓷器库胡同进 直行左转 顺着路走右转 就是普渡寺前向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